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越南呢在昨天和我们中国女排呢是有过一次交手 那么当时呢中国女排虽然是3比0获胜 但是从整个比赛进程来看呢打的并不是太顺手 尤其是最后一局第三局 第三局呢双方的比分一直非常的胶着 中国呢只是在最后关头25比23显胜 那么这次的越南队呢给我们的印象呢 就是他们的小球串联的技术比以前呢确实有一定的提升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越南队的软屎玉 全场呢是得到了15分的高分 和我们的贿赂骑士并列整场比赛最多的得分手 今天大家看到身穿白色球衣的是日本队 这支日本今天从这场比赛来看呢 和越南打的还是相当的吃力 现在是越南3比1暂时领线 跳飘 一船接的不理想 一船接的冲网 他传手没有办法 20号大主礼部 证明部攻身高1米83 今年19岁 看一下第二次跳飘的效果 这次一船依然接的不好 武功 日本队的防反机会 给到四号位 好球 四号位拐弯打直线 从这场比赛来看 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 两支球队呢 他们的高度比较接近 越南呢平均的身高是1米76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3.9岁 日本的游鱼派出的是一支年轻队伍 他们呢平均年龄只有21.2岁 平均身高是1米76 那么这些球员呢 基本上呢都是来自他们日本联赛的俱乐部 所以我们看到这支年轻的日本女排呢 基本上都没有国际大赛的经验 在首场比赛他们对阵中国队那场比赛当中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这支日本女排的发挥呢 还是非常的不稳定 失误比较多 个人的能力呢也不算太强 后排防起 好的 四号位打小斜线 12号石井优希 身高1米79 现在发球的是15号长岗望悠 基本上都是90后的球员 今年21岁 一传不错 背传 接应的进攻没有打死 日本对这段时间 整体来看呢 从一攻到防反的质量都不错 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 现在他们将比分反超 第三届女排亚洲杯赛 参赛的八支队伍和第二届 也就是2010年在江苏泰仓 参赛的八支队伍是一模一样 分别是中国 日本 韩国 泰国 这也是传统的亚洲四强 再加上巴萨克斯坦 另外还有越南 伊朗 以及中华台北 也就是本届的参赛队伍和第二届是一模一样 但是分组形势不同 这次呢相对来讲 应该说另外一个小组 中国是分在B组 A组呢 竞争更激烈一些 因为A组有东道主 哈萨克斯坦 有以国家队原班人马出战 也是本次最有机会 和中国女排争夺冠军的强队 泰国 还有半支国家队主力阵容的韩国 以及中华台北 所以呢 A组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一些 相对来讲呢 在B组当中 中国女排是一支独秀 复心组织 还是给到四号位打 拦回 这支阵容的女排呢 还是秉承了日本国家队的特色 作风非常顽强 防守还是比较好的 进入到第一次进入暂停 女排亚洲杯赛呢 是从2008年北交友会之后 亚洲排联新推出的一项赛事 那么这项赛事呢 实际上也是为了和国际排联相接轨 现在我们都知道 作为排球的世界大赛呢 除了奥运会之外 就是世锦赛还有世界杯 另外呢 国际排联还推出了一个大冠军杯 那么现在作为洲际的排协 同样呢 也是为了丰富排球赛事 除了锦标赛之外 增加了杯赛 那么从目前来讲呢 亚洲的举办到第三届 各队的重视程度呢 是不太相同 比如说南排亚洲杯 伊朗就比较重视 前两届都夺得了冠军 那么这届第三届呢 前段时间刚刚在越南永福结束的 南排亚洲杯呢 是中国南排 夺取了冠军 时隔13年之后 再度获得亚洲冠军 客观地讲呢 含金量不是太高 因为我们的对手 基本上除了印度之外 没有正牌的国家队 那么伊朗其实很重视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分身乏术 因为要打和埃及 在客场要打两场 世界南排联赛的资格赛 所以呢 他们只能是派出了一支 国情为主的队伍 最终呢 在决赛当中呢 中国南排是战胜了伊朗 夺得了冠军 那么女排亚洲杯呢 应该说中国女排 一直非常的重视 08年当时呢 也是北京奥运会 结束之后 我们也是原本人马参赛 然后呢 到了10年是余智岛 余娟敏刚刚上任不久 在江苏泰仓 同样是全胜的佳季 夺冠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女排在 女排亚洲杯当中呢 是保持了一个 非常好的记录 那就是不失一局 当然这个记录 在昨天对越南的比赛当中呢 是差一点点 第三局啊 打的是非常的困难 好球 打一长线 三号位短平快打长线 第二局比赛 我们看到越南现在和日本呢 争夺的非常激烈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从两支球队的身高 包括他们综合的实力来讲的 基本上是在伯仲之间 这个球 女排亚洲杯赛呢 他是前一年的亚锦赛的前八名 有资格参加亚洲杯 那么这次第三届亚洲杯赛呢 也是哈萨克斯坦 第一次来举办高水平的 亚洲女排的赛事 那么之前呢 我们都知道哈萨克斯坦呢 他也一直在举办一个 叫总统杯的比赛 那么这个总统杯呢 男排和女排的邀请赛 一直在举办 但是这个比赛呢 并不是周际的重大比赛 是一个邀请赛 而且有很多球队呢 都是俱乐部队 那么今年 哈萨克斯坦呢 就把这个女排的总统杯 和亚洲杯呢 实际上是合二为一 而且呢这个规格更高 水平更高 之前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杯呢 我们的四川队 包括江苏队都来参加过比赛 四川队还夺得过冠军 后排进攻 好的 看这个防守 重新组织 越南绿的防守还是相当出色 后排的判断站位很好 打手出界 越南队这次的防守依然把球防回 最后还是巧处理 日本队呢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 还是体现了手上功夫的一些细腻 体现了手上功夫的一些细腻 但是 我们说过这支日本队呢 确实还不太稳定 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越南队现在频频追分 连追了三分 十比十一 请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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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日本女排呢 我们也介绍了11支俱乐部队前来参加比赛 而且基本上都是90后的一些年轻球员 那么由于为了现在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奥运周期 也就是纽约奥运周期 实际上日本也是为了考察年轻球员 给他们大赛的经验 比赛还是非常接近 两队确实都会在某一个阶段出现波动 好球 防得非常漂亮 日本队是连续的两边拉开进攻 但这次的来回球 突然意料的出现了这种僵持的局面 最后还是日本队把握机会 这本队还是通过15号长港忘忧 最后在四号位下球 朗莽得分 这下进攻也是绵软无力 名棚打费 正确选择 选择 这支日本队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强点 从主攻到接应到复攻 他们的进攻还是比较分散 没有特别突出的强点 依然是一支依靠整体打球的队伍 几个人脚步非常快 越南队 越南队的一次中间的加三 三号位加三 这局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脱风大主礼布 身高1米83 19岁的小将 大主礼布也是这支日本队当中的第一高度 后排下起球 二人背传 连续给二号位进攻 但是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成功率并不高 越南队蓝网得手 14平 这比赛打得非常胶着 好的 还是通过大主礼布 1米83的是九岁小将 周围复攻 他的短平派打得还是非常熟练 15平 两支球队高度差不多 所以都在往上 没有什么优势 再打探头 这样进入到第二次技术暂停 越南队反超一分 16比15 2米还要 3米臣 天 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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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这批球员呢 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 世界大赛的经验 很少 因为他们毕竟呢 在亚洲呢 只是一只弱鱼 和传统的亚洲的 几只一流强队之间呢 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这只越南队呢 在一块儿配合还是比较默契 打球还是比较熟练 但是这个越南队 毕竟他们还是 哎呦 这个接发球 调整进攻 越南队防起 扣球 没有压住 直接把球扣出了界外 越南呢 在亚洲啊 应该算一个二流球队 那么如果说 从这次和其他球队相比的话 八支球队当中 他们只是比伊朗的实力要高一些 那么在之前和伊朗队的比赛当中 越南队是三比一获得胜利 越南队是三比一获得胜利 越南队只能说 呃 勉强算一个二流 可能还只能算三流 啊 这么一个实力 因为这次呢 毕竟其他球队来的都不是 像日本根本就不是 跟国家队 没有什么关系 这球处理的不错 巧妙的轻打 两队都缺乏实力突出的强攻手 这球还是靠速度取胜 百万打一直线 球打在边线和端线的结合部 这支越南女排呢 这支越南女排呢 主要还是有两位老将 值得关注 这两位老将 一个是队长阮世玉 还有二传老将何时花 这两个人打的年头比较长了 何时花呢 是84年 28岁了 队长阮世玉呢 队长阮世玉呢 是87年 今年25岁 队长阮世玉呢 队长阮世玉的一个朗网成功 20比19 现在达到了第二局的关键分 日本队防起了越南的被飞 前排一个有效狼网 4号位清掉 自由人稍微慢了一些 在昨天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 越南队的7号范世晏 全场拿到了15分的高分 和我们中国的会说期是一样的 又一次扣球失误 11号阮世春 这队员身高是1米80 现在是关键分 这个时候容不得有太多的闪失 越南要暂停 女排亚洲杯第一届是08年奥运会之后 当时是在泰国举行 那么第一届除了中国日本韩国泰国 中华台北之外 另外第一届哈斯克斯坦 输为不易 胜负也是比较残酷的 打到这个份上 14平 两队都拼尽了全力 刚才是关键时刻的一次篮网 现在依然是由越南的队长阮氏一发球 地上的效果还是可以 四号位再攻 越南队起球 日本利用他们在往前充分的准备 由1号复攻锦商奈奈猪 把球是摁在了越南的场内 一船不太理想 半到位 看四号位进攻 好 日本的机会 又一次背篮 就是说日本呢 每到关键分的时候呢 还是有点含糊 因为我们说过 这支日本队呢 他们并没有特别优秀的强攻守 而且年轻球员到了这个决定胜负的关头呢 还是心理上出现了一些波动 好球 这样反过来 现在越南是拿到了赛点 16比15 16比15 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 这样的比赛确实锻炼的价值非常大 上手标球 篮回 最后越南 关键时刻篮网得分 越南队笑到了最后 17比15 哇 这场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太艰难了 太艰苦了 好 观众朋友 那么最终这场比赛呢 是通过五局的苦战 越南 3比2 获得了胜利 好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就为各位转目到这里 稍后还有中国对伊朗的比赛 稍后见 出来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